這個半局的守名打者 是高國輝 這一球出手 這一球出手 這一球出手是一個飛球 他還彈進來 有沒有是彈出去 要彈回來的嗎 是不是紅不浪呢 是的 現在腳步放慢了 第一球就夯出了Solo Home Round 會不會今年的第八號的拳雷打 也幫助了富邦超前的比分 那現在主審 裁判好像聚集在一起 應該會看 對 因為是拳雷打的關係 那有可能是裁判可以他們可以自主審視 還是要審視 對 那國威當然他 他持續跑沒有問題 因為他是依照裁判的一個指示 我們再來看一次 哇 那這個 打造黃色的墊子喔 黃灰彈喔 那現在應該是會改判二雷安打 那是不是要換代跑 嗯 對 現在可能要換代跑 那聖浩尾如果代跑的話呢 他當然可以直接接替手外野 嗯 關乎的能不能得到自身分喔 打反方向 倒是有成功的助攻喔 雖然犧牲了自己喔 但是幫助了代跑的 孫浩尾上到了三壘 投得很開 但是呢 他的球棒還是碰到了球 往右半邊打喔 這個策略 他在尤其是在球速落後的情形下 他有做到這件事情 算是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喔 許季鴻在接到球之後 他也只能選擇自拆壘包 那張靜德在對戰 吳俊瑋生涯有四個打數 沒有出現過安打 這一球 這個距離 掉下來是安打 這個安打球 回來得分 現在超前分 已經跑回來了 關鍵的安打 是由張靜德所打出來 他今天個人替球隊 貢獻的第三分打點 這個球打得好 不如打得巧 有點打在棒頭上 距離不太夠 反正落地形成安打 好 巧足他對吳俊瑋生涯的第一次安打 但是來得很關鍵喔 這個球 是吳俊瑋的一個變數球 很移的過程當中 打在棒頭上 因為打在棒頭上 所以距離沒有飛那麼遠 陳文傑真的恨不得 恨不得自己不是兩條腿 也是八條腿 看能不能跑快一點 對不對